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之前我有记过很多这个莲花种子给一些网友 然后他们有撕掉我 就是说拿到了这个种子过后要怎样处理 所以今天我就拍一个视频 分享我个人的种子方式 这个视频也是只是给予参考 如果你们有不同的方式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我现在在养这个莲花的莲子 所以你可以看我已经把它的上头切开了 我现在就要泡在水中 然后再看看它发芽的过程 我是上网购买这些莲花种子啦 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是开什么颜色的 因为它们只有些小荷花种子 碎脸种子罢了 进入第五天 这是进入第五天 这种是已经成功了 已经发芽了 然后这些缝在水面上的起泡沫了 这个节目是已经坏掉了 我会发芽了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丢掉 而且记得要每一天 换水 你可以看 那么多粒里面 成功发芽的 这是那么几个 所以买了一整包的莲子里面 不代表免疫力 不代表免疫力 都会发芽 进入第十天 开始长叶器了 进入第十五天 我当初一样的这个 莲花种子 然后已经发芽了 已经生根了,所以差不多是时候可以种下泥土了 跟当初比起来,我一样了整12粒 最终只有2粒,成功发芽罢了,其他的都坏掉了 今天我会把这两种不同品种的莲花,种在一个盆里面 我用的泥土是黑泥,黄泥,沙,火烧泥 今天我会把莲花种在这个桶里面 因为莲花当长出来的时候,它的叶子会长很高 所以我就把它种在这个大叶两厕高的桶里面 就在这个桶里面 找到这个桶里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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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